今天我让徐环珊约你出来 是她说她错了 让我出面帮她解决 我也不希望一个 威胁到我儿子安全的人 还留在这个城市 有些事 就得三个人坐下来讲明白 要不然你听不懂 也不相信你 林悠悠 我们两年的事 都是我的错 我很后悔 我比你大那么多 这件事情 我错了 请你原谅我 然后放了我吧 她到底拿什么威胁你了 是你说爱我的呀 林悠悠 我再跟你说一次 我爱顾佳 我不管她以后 能不能重新接受我 或者跟我离婚 我后半辈子都会真诚弥补 我不会离开她的 徐环珊 你能跟我说句真心话吗 我说的都是真的 你走吧 你到底有没有了解过你身边这个男人 你配得起她对你的好吗 你配得起她对你的好吗 除了最爱的烟花 她最大的乐趣就是吃 可是你呢 你连晚饭都不让她吃 她喜欢踢球 不是 你问问她 她有多久没有去过足球场 你哪儿来的自信 哪儿来的盛允 你觉得你可以拯救她是吗 你看看吧 这所有照片都是我们的晚餐照 李永勇你够老实 这有多少张照片 就是有多少个夜晚我们都在一起呢 你觉得我不让她吃 是虐待她是吗 你知不知道这个男人有脂肪肝 他才三十多岁就有中度脂肪肝 连保险升级都不收她 我不让她吃晚餐 我也陪着 她有多少天没吃过晚餐 我就有多少天没吃过晚餐 你给我看这个什么意思 要跟我算账是吧 好 那我们来算一算 你们俩吃过多少次晚餐 开过多少次房 酒店的钱你的房租 一笔一笔给我算清楚 他为你花的每一分钱 都是我们夫妻共同的财产 我有权利让你还回来 我忘了 刚毕业没钱是吧 青春还值点钱 我请你了 妈妈 你怎么睡觉啊 妈妈 我都等你好久了 你吃早饭了吗 嗯 我自己吃的 没让成解肥 妈妈 你和爸爸生日是要离婚了 你为什么会这样问啊 你为什么会这样问啊 因为我探了那本 爸爸家和妈妈家 我愤不得了 她 她说那个就是离婚 就像她的爸爸妈妈一样 就不你和爸爸离婚的话 我就选爸爸 为什么呀 你不是说你最喜欢妈妈吗 我最喜欢妈妈 妈妈也最喜欢我 如果我 如果我选爸爸的话 妈妈就选 妈妈就选不得离开我们了 蛮人的 没人 小心 是不是 çay constitution 家导人 叫田先生 自己带iferation 他把他去做的 爸 我错了 你打死我 这婚我也不能理 你自己说你都干什么了 谁给你胆子欺负我女儿 你干的这些事 你算个男人吗你 你离婚 没什么可说的 爸 婚我不能理 我这辈子最爱的就是顾佳 这个我心里很清楚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是怎么了 怎么了吗 我知道您可能不会原谅我 可是还有子言呢 他还那么小 他不能没有一个完整的家 你甭跟我提子言 那是我孙子 以后我带他 就当他爸爸死了 爸 怎么回事啊 我脸太疼了 一照镜子没看见路 马路牙子胳膊胎了 那你人没事吧 颈椎有点难受 你先帮我把车胎给换了 然后呢再陪我去医院拍个片 你车胎爆了 你应该给保险公司打电话呀 你不说什么事都能找你的吗 说着玩呢 你能不能换胎呀 这个我怎么会的呀 你等等 你等等 喂 你好 我车的轮胎爆了 就到你们店铺附近 你尽管过来给我换一下吧 好好好 我把位置发给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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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呢 我这几天 挺惨的 第一单活闹 我不但没把钱要回来 还把我妈 给我攒了好几年的家政 全打给骗子了 我们领导本来就打压了 现在就带着所有人都看我笑话 回头看 往前看 都是两眼一抹黑的 你这是跟我卖彩 刷苦肉计呢 我也希望只是一根气 我刚从我闺蜜那儿过来 我刚从我闺蜜那儿过来 她老公出轨 小三很险 我除了陪她哭 也没什么其他本事呢 我也想陪她 我去这边 你也去看看 你去哪儿 你去哪儿 这边啊 你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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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哪儿 不是 我们就是探讨一下 接下来的工作流程 叶总 您真是来还钱的 他跟我挺对脾气的 以后我们公司业务 你就派他来 别找些我不喜欢的人 我不高兴 行 没问题 客户就是上帝嘛 上帝挑谁就是谁 叶总 您这脖子怎么 没事 不好 买给 别愣着赶紧 带叶总到财务那里 什么天这事 我写的 别闹 我没闹 什么时候的事 好 这之前就开始写了 而且已经在网络上发表了 真假的啊 真的 今天这个网站的编辑突然找我 说因为点击率很好 所以想帮我出书 老婆 我之前就知道你是一画家 没想到你还是一作家 你别打仗 然后呢 有什么事啊 他们还说有影视公司想花两百多万 买这个小说的版权 然后拍成电视剧 两百万 嗯 好事啊 但是我还没想好 我想让你先看完这个小说的内容 然后由你决定 为什么呀 因为这个小说里面的内容跟你有关系啊 你要是看完了觉得不舒服 我就把它给扔了 就再也不提了 行 我先看看啊 好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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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你那小说我看完了 你什么时候看的 昨天晚上我睡不着 我终于看完了 我觉得写得挺好的 你要想卖就卖呗 我 我里面写的那些内容 你真的不介意啊 那我介意什么呀 不是一小说嘛 又不是济世文学 但是说真的啊 我看完你那小说 我觉得之前我有做得不对的地方 确实该该得该 所以我说你那小说写得挺好的 我之前怎么没有欣赏到 我老公有这么宽广的胸怀 我吃钱也没心胸狭隘啊 干嘛呀 我拿到版权费了 这么快啊 你猜多少钱 多少钱啊 一百五十六万 妈呀 都在这张开里呢 对啊 那得揣好了 走吧老公 去挥霍 去挥霍 挥霍 是不是上哪儿挥霍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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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